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入梦想的试炼战场捍卫荣誉的全力学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河南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1500平衔播厅 欢迎大家的光临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亲密打造的武林新一代 武林新一代是由2016年创办的全新一代 全新升级改造的全新赛事 全新开始的武林新一代 我们将分为57 60 63 67 75个级别进行金腰带的争夺 那这五条金腰带的获得选手将直通2021 横琴之巅 武林风全球功夫胜典 全场的MVP 还将获得10万元的现金大奖 接下来首先进行的是一场星锐战 有请兰方选手来自于山东洪光搏击的张俭 请兰方选手来自于山东洪光搏击的张俭 直接双方 кол留戏 选手来自于山东洪光搏击的他一位 最类的名字是31屋带的 达西亭上到来自于山东洪光搏击的 你懂得了 去希吔一镜手里 接下来有请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 来自于福建杨卓搏击的王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茜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们数量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新一代 我们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1500评议演播厅 为您呈现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武林风中国勇士郭强 为大家解说今天的比赛 这是一场67公斤级的星锐战 红方选手来自福建 杨卓搏击的王欢 蓝方选手来自山东 红光搏击的张简 郭强你看 我们通过这两位运动员所在的俱乐部 就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杨卓是 在我们这个擂台上征战时间最长的 对 我们武林风的双冠王 然后红光是早年的 我觉得那个百姓擂台的时候 就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这两个人我们都比较熟悉 然后其实 从专业术语来讲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个传统豪门 是吧 其实你看每个师傅带回来的徒弟 整体的打法风格 其实跟师傅都很相似 对 包括这个尤其是红光 红光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 去年的时候 应该十年前吧 对 应该十年前 十年之多 十年之多了 应该十一年了 所以再看到 现在我们再重新回到 武林风的擂台 其实一个是 能带着我们 未有完成的梦想 然后再重新 让我的徒弟去上到这个擂台 另外一种 还有就是 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搏击爱好 能参与到这个搏击的项目当中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说是 现在这个年轻运动员的偶像 真的你现在问到年轻运动员 有很多人就会说 我就是那个看着杨卓的比赛 我喜欢杨卓 我就是奔着郭强来的 我就是看他的比赛 我想我也要走上这个擂台 真的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那一代人影响了一代人 对 真正切的就影响了 包括我们搏击 这刚开始到起初的中期 再到去 我觉得还没有到后期 其实我们也在中期发展 对 但我需要有一个突破 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 老一批的运动员 都在退役的过程中 其实新一批运动员 紧接上又上来的时候 其实他会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跟一浪强 是 对 这是67公斤级的一场对抗 对 我们武林新一代的 今年全新的赛制 57 60 63 67 75个级别 将产生五条进腰带 那这五条进腰带选手 将直接参加 横琴之巅 武林峰2021全球功夫胜典 全场的MVP 还将获得10万元的奖金 那星瑞战呢 之前我们也聊过 可以说是为了这个 67这个级别的 算是一个后备战吧 是 因为我们这个赛制比较残酷嘛 对抗比较激烈 如果出现有意外的运动员 比如伤退啊 或者别的原因的话 那我们这些后备战的 获胜的运动员就可以替补上去 对对对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赛制 残酷的同时 对于运动员的机会啊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把握住啊 对 如果把握不住的话 机会就没有了 需要明年从头再来 对 好 可以了 走 走 5011代由邦级牛肉冠军播出 感谢八敌人取用品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真的吗 看着两个银人取用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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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给了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再用一个比较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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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好 一分钟的局间休息时间 好 这样回合的比赛 其实刚刚局间我们的镜头 可能没有照顾的那么完整 大家看不到这个红蓝角 这个双方教练对他们的 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刚刚郭翔看到之后也会说 杨卓在给他的队员做指导的时候 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 对对 就是连说带笔花嘛 对 就这种东西我突然一看到之后 感慨特别多 就是因为每个教练员 在执行这种战术风格的时候 逐渐休息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那种沉稳性的 有那种激情的 很澎湃那种 还有那种愤怒那种 对 有三种 还有一种就是像他这种 就属于那种情景化嘛 对 就整个所有的自己的情绪 带入到整个比赛现场 让他的感觉回馈给队员 队员你要该下去怎么做 对 就更直观地看到队员 对对 他完全是这个战术的指导 比如他要指挥拳 指挥腿 自己都要做出来 对对对 是让队员更懂一些 对 真的这一幕好久没有看到了 是是是 杨卓也确实因为个人原因 很久没有登上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了 对对对 全民朋友也都非常期待 在看到他的比赛 刚刚在聊 其实他在说还想再恢复 重新回到武林峰的擂台 首先这个体重得先降到位 对对对 这个很关键的 对 我们回到比赛看这个 刚刚其实这个 在中间休息过程中 两个运动员制定 两个教练员制定战术都不太一样 其实这个蓝方运动员 因为我有了解过 这个运动员之前 也跟我的队员也交过手 就是蓝方运动员单击偏重 而且压迫感比较强 就是这个 你看我看到这个 红方运动员这个打法 一看就很阳卓很像 一贴中间局头上肚子 头上肚子交叉的打 所以这样还会更有效果一些 从职业战绩来看 其实红方运动员要 好于这个蓝方运动员 对 但是从年龄啊 身高 还有臂展的话 相差不大 相差不大 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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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刚才看到了一个跳席 好给了对方 数秒 3 4 星瑞战一回合出现三次数秒 看对方 是的是的是的 诶 所以这个 红方看能不能抓到机会啊 对 蓝方这个也得调整 对对 看能不能做好和好的调整 所以这个时候 有点难方应该多做些移动啊 把这个 这个保护性措施 再更大一些 对 再加强 因为刚刚被读秒之后 其实说是站起来了 他调整其实还是要需要 对 一般情况下 大概需要个 30秒到40秒的调整 对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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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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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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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厂上裁判刘坤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武林新一代 我们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 1500平米演播厅为您呈现 今天要为大家呈现的是 60公斤及16进8的比赛 我们邀请到的是腰刀魏瑞 来为大家解说比赛 其实每次介绍你 我都觉得特别纠结 你说是介绍炎之王腰刀 还是怎么样介绍你 这个创伤太多了 我觉得就像之前所说 这么多创伤可能还不符合我吧 我觉得还有更好 首先还是先祝贺你 前部就一桶江湖了 谢谢 确实那个一桶江湖的这个 整个这个赛场 真的是很累 很累 现在缓过来了吗 应该还沉浸在那个 拿到这个超级王者的喜悦当中 没有没有 已经很清醒了 我觉得 还是继续准备 接下来更精彩的比赛 才是最重要的 就马上又为自己 制定了一个目标 又要一个新的开始了 我觉得严重称点这场比赛 就是这个一直在大力的在宣传 我相信严重称点的 我的对手一定是一个特别神秘 而且特别强的一个对手 期待你的表现 就是邀请你来陪大家来看比赛 其实我觉得对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机会 因为他们回头再看比赛 听到你的这个点评 我觉得对他们的 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 对 我们回到比赛 我看到这个 我们蓝方这个脚 一直在喊有反应 有反应 所说的反应就是 给予这个打击有明显的这个 反应有明显的这个伤害 所以说在一直 他说再来再来 就看我们的这个队员 能不能这个执行 对 这是60公斤级 16进8的一场比赛 我们是单败淘汰 两位神圣能够进入到八强当中 蓝方李江龙 这个打击力度 比 比红方要硬 然后我有看到 红方选手 很冷酷的表情 他出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冷酷 所以 跟他的这个动作也有点像 红方是来自这个胜利人和搏击的李献成 蓝方选手来自 辽成超强搏击的李江龙 李江龙是这个超强搏击 是孙维强比较喜欢的这个运动员 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也有介绍 黑色噩梦 是从黑色噩梦 孙维强 超强搏击 你对孙维强也很了解 你就看这一段的比赛 你觉得蓝方李江龙身上有孙维强当年的影子吗 嗯 有 拼打这个意识很强 拼打意识有 对 然后 可能红方的这个西法 比较突出 这边边角一直在说 注意西法 注意西法 我的观点就不一样 你的观点 你的西法强不强 我肯定会把我的优势打出来 你说你西法强 那我就用其他技术 就把这个克制就行了 对不对 不会说特别小心 我怕你顶到我 所以我就 甚至我有我的优势就打不出来 被你这个西法给遏制了 那肯定是不会的 对 好 六十公斤一级 十六进八的比赛 两位进入到了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对 刚才一上场 我觉得 蓝角的这个教练 顺利强很有意思 咬着牙 要狠一点 对 咬着牙狠一点 其实每个团队的这个 肺围也能 这个给运动员定一个风格 对 有的就是打的就是很冷静 是 他这个团队就比较冷静 有的是技术化 就特别技术化 对 有的就是 比较 你的团队就是 是技术型的 像周一 周一 还有 还有上一次打的 对 对 燕超红 还有几个队员 但是我们这个 五轮新一代 一定要是 超级俱乐部 还可以参加 加入到超级俱乐部当中 才能参加 你还没有加入到 目前我还没有参加 你得赶快啊 对 因为在一直 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备战比赛 然后没有来得及 所以这比完赛了 我得赶紧参加 我们这个五轮新一代 加入到这个 俱乐部联盟 因为这样的话 你也是为 为你的 你的这个俱乐部的弟兄们 提供上台的机会 对 因为他们需要历练 我觉得这个平台 真的是特别好 就是给予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 更多的比赛机会 是 而且通过比赛 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 对 不断地成长 对 你现在就提倡这种 你赛带练 你老练 老练 没有比赛 你可能这个 这个成长 成长慢 对 成长速度就比较慢 对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选手 就是打击的力度 现在已经有下降 这个就是比赛的经验 你对于每一局的这个体重 不是体重 对于每一局这个体能的分配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蓝方 我觉得需要用这个步法来调整 他总在这儿去比防守 很好的给予这个红方 这个打击的这个距离 其实我们年轻人员比赛下面的 这个边角教练的指令很重要 因为他们很多能力还不具备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觉得蓝方应该怎么样打 可是他怎么会是这样打 那就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判断力 他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觉得 当剧者迷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我在这个比赛的时候 有些时候当时是意识不到的 这个时候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团队 去配合 对 他有提示到你 这个时候你注意到了 你去改正的时候 可能这个结果就会有改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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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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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